為在中歐與烏克蘭 接壤的匈牙利 三號舉行國會的大選投票 右派的澳班政府親中親俄的立場 遭遇反對派聯盟的強力挑戰 而戰爭爆發後 雙方的支持率差距更是拉近到 只有兩個百分點 是近十二年來選情最緊繃的一場大選 尋求四連任的匈牙利總理 奧班選在票倉賽克十百堡 舉行投票前 最後一場造勢大會 奧班向支持群眾保證 只要他繼續執政下去 將可以確保匈牙利的和平與安全 俄羅斯能源與天然氣的進口 也將繼續造成下去 奧班還指控反對派聯盟 企圖將匈牙利拖進烏克蘭戰爭 稱反對派和烏克蘭簽訂了秘密協議 一旦勝選就會開始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停止進口俄國石油 在這場大選上遭遇反對派聯盟的強力挑戰 二月俄烏戰爭爆發後 雙方的支持率差距更是拉近 到只有兩個百分點 是近十二年來選情最緊繃的一次 投票的前一天首都布達佩斯街頭 聚集大批烏克蘭難民遊行 他們每一個人懷裡抱著小寶寶 恳求匈牙利選民正是無辜兒童遭殘殺的事實 失去廣場空地 當天也有一群憤怒的匈牙利人 舉行反奧班反俄羅斯的示威活動 有六個不同色彩的政黨 所籌組的反對派聯盟 推出了四十九歲的小鎮市長馬基札一 挑戰總理大衛 這位有七名子女 以及強烈宗教信仰的新領導人 二號在布達佩斯的造勢活動 呼籲選民用選票恢復國家榮譽 這位有七名子女以及強烈宗教信仰的新領導人 二號在布達佩斯的造勢活動 呼籲選民用選票恢復國家榮譽 在整個世界上有更新的誠意 說明我們是英國人 恭喜新聞王霍文編譯